第二轮的Routine Battle结束了 我们还是想听听观战的两位队长 一新哥 四个字 超级精彩 哪个画面让你觉得非常的精彩 很震撼 就突然看到大家把衣服脱掉了 美中不足 就是 一搏美脱 来 你问一下佳儿 来 佳儿 脱 开玩笑 哥哥 你刚才那四个字是什么字 超级精彩 你要来陈宇杰龙吗 踩 非常精彩是吧你们 超级 非常震撼 佳儿刚才有哪个画面觉得很震撼吗 哇 整个吴明哥飞上去衣钵中间穿过来 那个隧道 那个让我震撼 你还会看到更震撼的 还好 还好 再等一等 等一下 来 我们还是来两队互相点评一下 我真觉得我们这一次是 这么多次踩盘以来最整齐 气氛最好 最完整的一次 以你们为荣 谢谢你们 迪博队长 我刚才跳得特别嗨 然后 确实是我刚才也有些小失误 因为一上头一兴奋 确实很多动作又放大之后会脚站不稳 但是我有些招定住了 我就很开心 因为那个还买着 其实我刚才跳完的时候 有一瞬间是挺感动 有点想哭 首先一个就是那个 HELLO BACK 因为这个动作 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我相信他除了HIGH还有晕 然后还要在水上 很容易滑 但是一波就控制力非常的超强 对 超牛 牛 OK 这个动作练了多久 这个其实在没有水的地方 还挺 没有那么多难度 但是有水的话真的 就是满脸都是水 尤其是我在起那个HELLO BACK的时候 就是 裤子上的水全都往下流了 然后就脸啊 鼻子啊 就全都往里进水了 而且会闭着眼睛 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我觉得 不管这个水上舞台多么困难 舞者都能够克服 我想这就是HIPHOP 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一波网站 OK 我觉得这个节目拿走了我很多第一次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的人 团结在一起 我第一次玩水 我第一次通宵排练 第一次遇到爱与真爱 所以说 是谁 又来了 是谁 那个爱坐在下面 真爱现在在台上 爱是坐在这个武器 对 但是她是我的真爱 真爱 出了 对不起了 已经队长了 下面呢 请两队队员和队长向后转 现在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比分 依旧非常接近 比分是 49 比52 两场都很接近 是 比较 比较 连过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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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数又一次的这么接近 刚刚那局是差一票 现在又差三票 我们全队都会有一种恐惧 就是害怕 第二轮 也输掉了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 太残酷了 让我们恭喜 一波王炸战队 一波王炸战队 今天冰来酱糖了 水来吐烟了 就是这种感觉 竟然真的是水来吐烟了 陈线出来了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说 第一局第二局全部都输掉了 就对我们来说打击真的非常非常大 挺难过的 觉得我们 我感觉我们真的 要拿到一个很好的表演出来 我们连我们最后的 一股气状态都拿出来了 我们觉得当下这场比拼的话 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点 但是没办法 因为毕竟舞蹈嘛 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王一博这支作品的话 就是王一博一上来 带着团队那个气势就很不一样 他当时扎了头巾嘛 就扮演热血高效的那个感觉 我们当时就瞬间进入了那种状态 他中间有三段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段是有一段routine就是他在水中翻滚 第二点就是他在整个跳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就有一个BBOI起身 他从下面整个钻出来滑水的感觉 第三块的话就是他在中间有一段就是做了一段歌喉的动作 然后躺了下来 所以当时觉得很震惊 确实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对一个明星的理解 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台上就是一个舞者 一波王炸那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非常直接的这种炫酷 然后让人看得酣唱淋漓 那个舞是很炸的 王一博也很拼 他连hollowback都下去了 但是呢有很多的瑕疵 比如说中文武名冲出去那个应该是要玩个招子 结果他冲出去滚了一圈 闪到后面去了 可能外行以为是那样的 但是我自己一看 那个地方肯定有一个招出来 结果没有 可能在这一个里面不是很尽三尽美 对面的那一波呢 因为那一场的曲子是funk的音乐 在funk battle的话 一般我们hiphop battle 还有popping battle one by one的时候是face to face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但是呢在funk的比赛 就locking 还有我们就是后面的new school townhouse 但是这个讲求是一个party型 party型呢大家看是不是很enjoying的状态 我就第一个是要看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那个舞蹈编排的层次 我觉得这个层次的话 钟翰良那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这可能是由像肖杰肖志斌这种funk的高手 在那个战队里面很real 大家就像一个party一样 大家在一起在玩 对并且就是说里面也有很多舞者 他们是带商出镇 但是他们在那个台上那份快乐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们下期待在那里就要看